因為有些人見到充滿喜樂 可能不明白的 不緊要的 因為這不是平常會見到的事情 為何祈禱會喜樂呢? 的而且有很多人 他們就是想到耶穌的愛 親近耶穌 只想到耶穌的愛 也有些人會經歷開心的 想到神的作為 但我們所經歷的是聖靈帶來的喜樂 就會是湧流出來的 莫名其妙 在那裏面笑出來 其實聖經有講到 可以盡來享受主人的快樂 天堂就是充滿喜樂的 人在地上可以有喜樂 由代替悲哀 在《二塞書》六十一章第三節說到 就是神可以將喜樂給人 但很多人覺得 習慣了祈禱是沒有什麼喜樂的 習慣了就是用思想步適 當很多人有喜樂 好像覺得很難以接受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如果天堂可以喜樂 而我們可以被神的聖靈充滿 亦都可以跟神有物質關係 就是應該 不是不可能可以有喜樂的 而有喜樂不是失常 不是失常 好像天佬一樣傻了 而是隨時可以收祭 所以有些人控訴 說沒有理由這樣笑 他說我這麼厲害 所以耶穌也沒有這樣笑 那麼他沒有這樣笑 不代表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為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神不是憂傷的神 是一個喜樂的神 所以在地上的時候 神的聖靈湧流是可以帶來喜樂 而果子是好的 是會帶來釋放 重膽釋放 以及生命的更新 所以這個是希望大家能夠接入 神就是這樣 譬如有些人惡名其名 為何會哭呢 神會有憂傷得醫治 這個以賽書 六日一章一字到三字所講的 醫好傷心的人 可能會一起悲哀的人 是可以帶來醫治的 所以我們也接受神可以醫治人 忽然間惡名其名會哭 或其名會哭 就是因為神將他的憂傷釋放出來 又會笑出來 就是喜樂湧流出來 有些人接受到哭 但接受不到笑 為何可以哭就是感動 笑沒有理由 沒有人會開心到笑出來 同樣 沒有理由感動到會哭 就是你可以在這裏 沒有理由感動到會哭 的確很多人會感動到哭 亦都可以開心到笑出來 其實笑是一個神造的禮物 所以 它不是很像人失常 它是正常的 起落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反對的原因 但有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反對 其實有起落 我們就是 可以在某些情況這樣湧流出來 笑出來 但在我來說 我隨時一想 其實素敵已經起落了 一想耶穌的起落就湧出來 但我可以隨時收拾 隨時 這樣笑出來 在裏面湧出來的 但隨時可以收拾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怕會失控的 這要我解釋 為何人會有 即是 驕滅聖靈可以有起落 希望大家都 不第一接受是渴望 因為當你有這個起落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自己的憂傷可以得釋放 重大釋放 第二 你為人祈禱人來可以得到釋放 好似這位姐妹這樣 是這次第一次 我和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開始起落了 這真是神的禮物